英国报大学就需要透过UKAS 而UKAS的报名时间是6月30号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多家长和学生都会问这个问题 我过了6月30号之后才决定我英国读书是否立刻不用报 结果答案是No 其实过了6月30号后一样可以报名 不过就不是说叫做UKAS 因为过了6月30号后UKAS的确是截止 但他们又会进入一个叫做Caring的阶段 Caring就是大学会依然是继续收生 不过大家就不是透过UKAS这个系统去申请 是需要直接向大学去申请 而申请的时候就会逐间逐间大学去敲门 去问他们 所以学生在6月30号之后 一样可以申请到英国的大学 不过就要提醒大家 有deadline和没有deadline一定是有分别的 如果通常来说 如果你想申请的科目是一些业本科目的 例如说可能不要说医科兽医这些 可能说物理治疗这些科目的话 可能你6月30号之后才申请 就已经是无谓的了 因为Caring来说 他们最主要就是说 学校大学就是看他们还有哪个学科有位 而继续开放出来给大家 是招收学生的 而最近香港的文凭市就会延述了 公布成绩时间 大概是一个星期左右的迟了 我都可以告诉各位家长和学生知道 可以放心 迟了一个星期的话 对他们申请英国校的影响 基本上的影响不是太大 因为英国来说 他们的A-level成绩是8月中C出的 所以就算我们香港这边 迟了一个星期的话 都比英国那边出成绩 变成了对于我们在争取Caring的时候 找学校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我们务力地消灭 喜欢咱们